人家都是這樣讓動 很香 市長這個還標準做法 九層茶要煮夾蛋 煮夾蛋 煮夾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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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歡吃那道菜 煮夾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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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長柯文哲 參加111年田園城市建制成果發表會 特別到每一攤的田園市集 欣賞大家種植的成果 民眾也開心地跟市長合照 謝謝 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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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要不要來 1 2 3 1 2 3 香港我這一句 1 2 3 1 2 3 市長柯文哲表示 為了讓市民朋友 可以生活在充滿綠意的都市中 台北市政府從2015年 開始推動田園城市政策 從工部門深入到民間各單位 建置田園基地 甚至有不少企業 也一起來響應 讓所有民眾都可以來體驗農耕的樂趣 全市目前共打造了750處田園基地 參與種植人次約37萬人 成果相當豐碩 這個真實笑話 他問了我說那個草怎麼種得那麼整齊 我看一下 看一看 我說那個是稻田 然後木瓜跟檳榔捕出來 我奇怪 這什麼世代 沒辦法 你不要笑 這是真實世界 我真的被人家問過 那個草怎麼種得很整齊 我看好半天 我說那是稻田 所以的確我們現在 這個小學生 你知道齁 食農教育真的要從頭教 真的 對每天 他 他就沒有看過完整的 完整的餐 你知道嗎 你知道到 到桌上都已經變菜了 你知道嗎 所以完整一顆的都沒看過 所以我們在學校就開始推廣 那推廣 那再來就是公家機關的問題 再來就是里長 有些閒置空間 你知道嗎 拜託里長任養 然後就一步一步推 那推到一個程度以後 就發現說齁 只有靠公部門這樣齁 就停在公部門 一段齁 怎麼向民間推 比方說齁 綠屋頂 他說還就開始在這個 我們的這個 比方說 綠屋頂智慧 農場展示點 比如說 花博公園有 那東湖職人培訓所 就開始開補習班 就是種菜補習班 那現在我們設那個 農業技術咨詢服務中心 剛才黃市長在問 我說 如果在台北市要買那個菜苗 要在哪裡買 我還沒有想過 我說建國發肆沒有在賣飯 就是要想想看 看看怎麼 所以我們要開始讓這個 天然城市法 能夠有效的產業化 就是說他 他想要玩 他有地方可以買 然後他有自動盜盜 然後可以 所以這個 大家想想想看怎麼做到 不過是這樣 這個是用推幌 但是先跟大家報告一個 比較嚴重的消息 台北市 2050年建能碳排放 自管理自治條例已經通過 明年1月1號就要開始實施了 開始實施 其中一開始就要開始規範 公家機關的綠建築標準 然後就會一步一步 往私人企業去壓國去 也就是說 你知道 因為面對這個2050年建能碳排放 我們要做到節能檢查 你知道嗎 那個房子要考慮通風 就是說 你不能說 也不管那個災救 不管通風 只想用冷氣把它開到最大 以後這種建築都不行了 所以很快的 我們明年那個建管處就開始公佈 公家機關的建築標準 綠建築標準 然後看那個實行狀況 就開始往私人的建築開始退 所以將來我們台北市的這種 因為住商 大概佔能源 台北市能源的70% 所以如果要達到建能碳排放 一定要規範那個建築的標準 那我相信這個建築標準 也要這樣 垂直綠面 綠屋頂 一定會一樣 是被規範進去 做這個綠屋頂的時候 是我在當里長的時候 民國94年 就開始推動 那當初只是一個綠美化 後來就慢慢慢慢的走入 這個田園城市的推廣 然後就一直到現在 一百一十一年了 你看 可以共同的研討 可以 老人家 他們 平常生活中 的一個樂趣 也可以 讓我們的綠屋頂 有達到那種 政府推動的 田園城市 節能減碳的一個效果 至少我們 在那邊種的菜 我們都可以分享給 這些老人家 尤其我們 社區有做這個 關懷老人 祭典 共餐 我們都 種出來的菜 都是給大家 老人家 共同來使用 這樣子 我們是社會級 社區關懷據典 老人社會大學 知道老人社會大學 已經成立35年了 我們這次配合政府 來做一個什麼 花草園藝生活好體驗 其實我們裡面有很多的課程 有手工造 有園藝的課程 也有什麼團體輔療 這次展的方式有手工造 也有花草園藝 還有多肉植物的療育的系列 那疫情期間的時候呢 因為很多植物呢 可用有的不可用 那我們這次在疫情期間 我們推廣給老人家使用的 有金獎花 左手香 還有茶樹 那我們特地把它帶到這個園區來 讓大家都可以知道說 手工造 植物可以錄到手工造裡面 那接下來我們會有看到 就是我們在我們的攤位上面 有看到很多的盆栽跟擺飾 還有多肉植物 這都是我們學校園 我們學校裡面的老人家 我們的所有學員呢 在學校把它種植出來 拿出來做音脈的 那所以我們的 立物點部分的話 是由部門一起共同經營 一起維護 那在我們立物點的部分的話 會由管理單位來提供的一個 種子跟菜苗 那由任養的部門 自行分配工作 自行維護 自行做一個採貨的動作 這是我們的一個經營方式 那再來我們的立物點裡面 其實是具有環保功能的一個綠物點 除了大家知道的 可以減少熱導效益之外 我們華碩的幸福農場 是拒絕使用化學肥料 也不噴灑任何的一個藥劑的部分 我們會利用公司現有的一些資源 來製作環保酵素 然後包括我們公司內部的一個便利商店 咖啡渣來做一個堆肥的動作 甚至我們有購買了一個數字的粉碎機 所以在台方過境之後 我們可以把這些數字 再做一個粉碎的動作 做一個堆肥 另外田園城市也深入校園推動 台北市高中以下236所學校 全面建置小田園進行推廣 連續三年獲得特優學校的新德國小 也在現場展示 學生的田園教育學習成果 新德國小今天展示的攤位 是我們學校的校定課程 那學校的校定課程 是我們的田園熱活課程裡面的其中的一個部分 那今天展示的是二年級跟四年級 他們在課程裡面會操作的 二年級的課程是用踏印書籤 所用的材料是學校綠屋頂種植的 那他們會在操作完以後呢 就變成他們的母親節卡片 那在四年級的部分是我們的防蚊液 裡面用的是很簡單的酒精跟澳洲茶樹 澳洲茶樹也是學校屋頂種的 那我們其實都是運用學校綠屋頂的材料 然後再讓他們做生活中的去做運用 一到六年級都有不同的成果展現 學校透過這樣的課程呢 其實它在不同的年級 其實有不同的感受度跟吸收 它可以比較理解我們大自然的生態 我舉個例子 三年級的時候搭配自然課 搭配自然領域課程 我們帶他們實際去種植 然後從拔除雜草除蟲這個部分 他可以更理解我們的大自然 而且我們是不用農藥 對所以孩子他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能夠理解他們的吃的啦 蔬菜啊其實是多麼的不容易 然後因為他們要藉由除蟲嘛 對然後再來運用花花草草 我們也高年級我們會種植那個大脈 梨脈 對那所以他們在這裡面 不管是水耕也好 鹿生裡也好 他們在整個種植過程當中 其實他們是吸收蠻多的 今年的田園城市成果發表會中 共有69組來參加田園建制成果競賽 競爭相當激烈 競賽分為鄰里社區公家機關與企業組 總獎金高達57萬8千元 柯文哲市長也一一頒獎 肯定各單位的努力付出 另外產業發展局也舉辦田園城市論壇 在市府各單位積極的推動與串聯下 充分展現了台北田園城市的熱情與活力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